陈东闯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八十四集 阳墓与阴坟 叶凡字语 很像自然天生的东西 吴清风老人曾经说过 有些重宝内部有天生的稻纹 并不是人为激烈上去的 与众不同 不可复制 是其强大的根本所在 难道真是天生的稻纹啊 叶凡不能确定 他对稻纹了解不多 只是心有疑惑而已 突然 叶凡感觉到一阵奇异的波动 他发现前路被截断了 迷迷茫茫 看不到尽头 有阵阵的诡异雾气笼罩在前方 与此同时 他听到了青椒震天的咆哮声 黄谷世家基家的大人物乘坐黄金古战车 一冲而过 肃杀之气席卷这片重山峻岭 暂封废墟 任何人都不得离去 九郊拉车 横断前路 几家的大人物在山川地脉上 刻下无尽道文 截断了前路 另一个方向 九头麒麟兽拉着一辆玉碾 腾云驾雾 神威滔天 阻断了东方 同一时间 其他几个方位 也传来阵阵相似的贺声 几位大人物将废墟封锁 不准任何人离去 叶凡心中一惊 感觉有些不妙 他急忙停了下来 不再运转道经所记载的宣法 金色的枯海 鬼于瓶颈 而后消失了 这片废墟 顿时一阵喧嚣 众多修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以为几位大人物要大开杀戒呢 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不让我们离开 许多散修心中很不安 只有那些大派的修士 还算镇定 没有露出慌乱之色 东方人族之宝一直没有显现 几位大人物慌了 没错 阻断去路 是怕人携宝而去 这五位大人物 都无法寻到东方人族之宝 其他人 有可能得到吗 众多修士是一阵议论 当得知是为东方人族质宝而疯困了这里 大多数人都心安了下来 他们本来就对质宝没有抱什么希望 五位大人物在山川地脉上刻下道文 封锁四方 而后回到了腰地坟肿崩碎的地方 重新开始搜索 我东方人族的质宝 怎么无声无息 腰地坟肿崩碎后 应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气势才对 五位大人物低语 他们并没有密语 根本无需掩饰 荒塔到底在何方 为何不出事 失踪上万年了 荒塔真的该重现事件了 为什么不见踪影 远处 众多修士凌然 几位大人物 显然志在必得 如果不能够寻到这件质宝 真不知道要封锁到何日 叶凡心中惊讶 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东方人族的质宝 名为荒塔 光听名字就让人感觉非凡 许多大派的修士在议论 谈起这宗质宝的过去 据说 荒塔存在了无尽岁月了 到底是从什么年代流传下来的 根本不得而知 雄川与东方同在 在这片浩瀚无银的大地上 更有生灵石 荒塔就存在了 荒塔到底什么样子呀 很多修士都不是很了解 顾名思义 自然是塔身 九重荒塔具有浩瀚莫测的伟力 万古不朽 可镇压世间一切强者 有这么恐怖吗 纵然是你神为盖世 闭逆东方 也挡不住荒塔的这样 不然怎么会被称为 东方人族质宝呢 自古以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盖世强者 隐恨在荒塔之下 没有什么人 可以挡住荒塔的这样 前路被阻 叶凡无法离去 重新回到废墟深处 听到那些修士的议论 他一阵身亡 荒塔如此逆天 实在是让人心动 就在这时 无良道士断德出现 快速的向叶凡这里冲来 整个人快燃烧了起来 速度达到了极致 刹那来到眼前 他满脸激动之色 那块肺铜呢 用水潭里了 什么 无良道士满脸惊涩 而后无比焦急 抓住叶凡的双肩用力摇动 哪儿哪儿 哪儿个水的 快带我去 叶凡杜尔时心中一动 难道 这绿铜大有来头不成 初时 他还以为 与东荒质宝有些关联呢 但当知道荒塔 唯一九重塔身后 他立刻明白 绿铜根本不可能是 东荒人族的质宝 与塔完全不沾边 废墟这么大 到处都是密林与山峰 我早已转向了 都忘记自己走过哪些地方了 不行 你一定要想起来 无良道士的脸色有些可怕 双目都已经冲血了 抓住叶凡不放 不就是一块烂铜吗 你反反复复看了足足一刻中 但最后 自己扔在地上 怎么现在又想寻找了 那块肺铜有什么来历不成 说了你也不懂 现在赶紧给我找找 无良倒是没有笑容 此刻严肃无比 拉着叶凡就走 叶凡心中了然 看来那神秘的绿铜果然来头不小 似乎极其重要 这胖道士脸色铁青 悔恨与懊恼无比 与不久前笑咪咪的样子大相径庭 叶凡心中凌然 感觉这无良倒是现在有杀人的冲动 他不想往刀尖上撞 老老实实的向前走去 小悠 你一定要仔细回想 如果能够找到那块绿铜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胖道士脸色严肃 郑重的叮嘱 一定要好好地回想起来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别再问了 再问的话 到夜我就要疯了 胖道士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右手 我怎么这么糊涂 一辈子寻宝 到头来 却这样的有眼无助啊 看得出他非常的自责 没有一点做作 恨不得将自己那只手给剁下来 我们是在这里分开的 然后我便看到你一直向远处抛去 胖道士 将夜凡带到两人分开的那座山峰 对啊 是这里 我想想啊 走过哪些地方 夜凡 不紧不慢地 向山下走去 无良道士紧紧跟随 并不催逼 任他慢慢回想 夜凡走得很慢 他在思紧 怎么才能够摆脱这个胖道士 不知不觉间 两人翻过了三座山岭 就在攀上第四座山岭时 夜凡露出喜色 是这里 看着他手指的方向 胖道士的脸顿时难看了起来 这座山岭上有一个黑悠悠的深潭 寂静如实 没有一丝波澜 透出阵阵让人心悸的寒气 别告诉我 你扔进这深潭里了 胖道士的双目露出妖异的光芒 顿时让夜凡心神一阵恍惚 他隐约间觉得不妙 对方四在透视他的心海 在这一刻 夜凡一阵紧张 急忙急中精神 努力幻想出一幅画面 站在黑潭边 将一块匪铜扔了进去 胖道士的双眸 恢复了正常 咬牙切齿 你这个百家子 我恨不得把你扔进去 不就是一块破铜烂铁吗 夜凡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胖道士 直接一个猛子 扎进了深潭中 初时水下还有神灰闪烁 但不久之后 便暗淡无光了 黑悠悠的深潭 渐渐的恢复了瓶颈 夜凡等了足足两刻钟 也没有见无良道士来 这缺德胖子 该不会是在下面遭报应了吧 又过了一刻钟 水面哗啦一声清响 胖道士 浑身结了厚厚的一层黑冰 像是一座冰雕一般 冲了出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